到年底员工最关心的就是年终奖金到底领多少了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今年平均年终奖金1.13个月 较去年1.38个月呢少了0.25个月 平均少了9658元 有将近五成的民众认为 今年不管公司的业绩如何都会发放年终奖金 年终将至员工们最关心的就是可以拿到多少年终奖金 人力银行针对求职者做的调查显示 有四成八求职者认为不管公司业绩如何都会发年终 奖金主要用途有各四成民众表示用来孝敬父母和发红包 企业方面则有六成企业表示 猴年农历年前的年终奖金金额和去年持平 但整体来说今年平均年终1.13个月 较去年的1.38个月少了0.25个月 年终奖金则少了9658元 行业比来看其实绝对只有成长的 大概就是在这个受惠油价下滑的这个运输业 另外有这个缺人跟油亏转移题材的这个医护生机业 另外走出前两年食安风暴的餐饮业也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成长 相较之下出口导向的这个科技业跟这个传统制造业 以及在这个房市受到这个影响下滑的幅度是比较明显 以年终奖金发放最高的产业别来看 金融保险与会计统计稳居第一2.25个月 运输与物流仓储1.51个月 科技资讯1.38个月 其中现在最夯的云端科技业 年终更可能冲上7至8个月 在云端的产业或者是在物联网的产业上 这边的需求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景气上面似乎比较没有受到 一般比如说感觉上普通大众有受到一些影响 目前我们公司今年的业绩在Q4的部分是有下滑的 就目前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大概这四五年的年终都维持在一个水平 那每一年的年终大概就是两个月的全新 至于尾压部分有七成员工认为 公司办尾压对员工有激励作用 超过六成员工期待 老板在尾压上宣布加薪水或加码年终 不过站在企业角度 就判这些奖金对员工真能有实质激励 有电TV的思敏邱欣怡台北报导